每日神话 藏物主的权柄永不更改 不可触犯 一 神以话语创造万有 创世纪一章三至五节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创世纪一章六至七节 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成了 创世纪一章九至十一节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 低要发生青草 和接种子的菜束 并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和 事就这样成了 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五节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创世纪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神说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 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 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神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创世纪九章十一至十三节 我与你们立约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 我与你们 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 所立的永约 是有记号的 我把洪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创世纪十七章四至六节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 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至十九节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并恭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了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至十八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约伯纪四十二章十二节 这样耶和华后来四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 他有一万四千羊 六千骆驼 一千对牛 一千母驴 在以上这三部分经文当中 你们看见了什么? 是否看见神实施他权柄的时候 是有原则的? 比如说 神以彩虹与人立约 将红放在云彩中 告诉人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这件事 现在人看到的彩虹 还是当初神口中所说的彩虹吗? 它的性质与意义有没有变化? 肯定的说没有变化 神以他的权柄做了这件事 他与人立的约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至于这个约什么时候变 当然是神说了算 当神说了把红放在云彩中之后 神就一直守着这个约直到现在 在这件事上 你又看到了什么呢? 神虽然有权柄 有能力 但他做事很严谨 很有原则 他做事很守信 他的严谨 与他做事的原则 显示出造物主的不可触犯 与造物主权柄的不可逾越 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 万物都在他的权下 虽然他具备主宰万物的能力 但神从来都不破坏 不打乱自己的计划 他每次权柄的实施 都严格地持守着他自己的原则 准确地按着他口中所说的 按着他计划中的步骤与目标而进行 不言而喻 在神主宰下的万物 也都遵循着神权柄实施的原则 没有一人一物 能逃脱他权柄的摆布 也没有一人一物 能改变他权柄实施的原则 在他的眼目中 蒙赐福之人 因着他的权柄而得到祝福 被咒诅之人 因着他的权柄而受到惩罚 在神权柄的主宰之下 没有一人一物 能逃脱神权柄的施行 也没有一人一物 能改变神权柄施行的原则 造物主的权柄不会因着任何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同样 他权柄施行的原则也不会因着任何的原因而改变 天地巨变 造物主的权柄却不会变 万物废去 造物主的权柄却永不废去 这就是造物主永不更改 不可触犯的权柄的实质 这也正是造物主的独一无二 优优独一无二